看向私聊老师即可,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,人中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、态度和生育能力,如果人中处长有恒文的话,则身体健康不好,容易影响到子女运势,严重者还会影响到自身的生育能力。 而嘴巴代表着表达和态度,如果嘴角出现乱文的话,则容易与人发生口角是非。 嘴巴下方两侧为奴仆功,如果嘴巴烧下方位置乱文较多,则缺乏管理能力。 而且,下巴也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力和责任心,如果下巴处乱文较多,这种人家庭观念淡薄, 为人自私自理,做事没有耐心,一生疲雄操劳。